白宫10月26日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新首相苏纳克 昨天首度对谈 两人同意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 两人重申 美国与英国之间存在特别关系 他们将携手推动全球安全和繁荣 提到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时 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 追究俄国侵略责任的重要性 英国首相府稍早公布英版通话内容时表示 拜登与苏纳克讨论了英美双边 以及在印太等地区的合作程度 同日傍晚 苏纳克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话 苏纳克强调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乌克兰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称其目的在于确保核安全 两国领导人都同意 有必要通过持续的经济制裁 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MBA 10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1日当周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合约利率 上升22个基点至7.16% 为连续第10次上升 这是美国抵押贷款利率 20多年来首次超过7%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 该组织的购房或再融资房屋申请量 在11周内第10次下降 下降1.7%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美联储收紧政策以遏制通胀 美国房地产市场今年迅速恶化 此外 据25日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 在8月份 美国20个大城市房价环比下降1.3% 为2009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 现在 加州各地更多的房主 可以申请高达3000美元的州补助金 以改造他们的房屋 为下一次大地震做准备 这项被称为地震加固项目 向居住在521个高风险 邮政编码地区的居民提供补助 该数字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26个地区 项目官员表示 邮政编码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为加州绘制的地震危险地图选择的 要符合申请补助金的资格 需满足以下条件 拥有并居住在拟计划改造的单户住宅 居住在项目包含的邮政编码地区 拥有一栋建于1980年以前的房子 房屋的一楼下面 有一个凸起的地基或爬行空间 房屋建在平地上或有轻微坡度 在被纳入该计划之前 尚未开始建筑工程或获得许可证 该项目的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29日 随着冬季临近 由于担心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取暖 电取暖设备在德国热销 从十几欧元的暖风机 到上百欧元的电子取暖设备 都受到了顾客的青睐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杰夫凯的数据 从2022年年初到9月底 德国已售出近100万台电加热器 其中1月至8月 德国市场电取暖气销量 同比增长76% 德国家装用品超市包豪斯表示 由于天然气和能源价格上涨 整个德国对替代热源的需求 比上一年有季节性的非典型增长 不过德国电力部门9月份曾警告说 用电取暖价格并不便宜 且可能导致京东电网不堪重负 靠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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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